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sworld。一波六连胜,开尔特人,强势冲到了东部第一,对中的两大核心塔图姆,和布朗,依然状态爆棚。击败森林郎一战,塔图姆,出场34分钟,拿下34分,6助攻,5篮板1抢断,杰伦,则是35分钟,拿下31分时篮板2助攻。 至生涯的第五、第六年,双碳花刮出碧落,真正实现合体。而从最初的青涩懵懂,走到现在的独当一面,这并不容易。 塔图姆,曼巴传人,2017年选秀大会上,塔图姆,并不是最具天赋的球员,但他却是天赋与技巧的美妙结合体,丹尼安吉,慧眼如举,与首轮第三顺位,将塔图姆,招入波士顿,让他与杰伦布朗,组成了双碳花组合。 他打得越来越好,是于生涯的第三个赛季。在欧伦走后,凯尔特人,将塔图姆的球权使用率,从之前的22.1%,大幅提升到了,28.1%,一举让其成为队内球权最多的特权球员,新加盟的全明星空位,肯巴沃克,也积极地鼓励塔图姆,要勇敢出手,和其他队友一起无条件的信任塔图姆。 那个赛季,他场均拿下23.4分,7个篮板,已经是一位全明星,外加合格的球队领袖了。去年,他将数据升级为,场均26.4分,7.4个篮板,并展现了恐怖的得分爆炸力,常规在的60分,季后赛的50分。 但真正展现出MVP潜质,还是在本赛季。虽然在不少人的眼中,塔图姆的真实实力,较此前,并没有明显的提升,只是出售次数的增加,让他的数据,变得更好看了而已。 但实际上,塔图姆的数据,并不能捏出水分,反而干货十足。除了抢断和三分球命中率,几乎所有的数据表现,都在提升,接球三分命中率,略微下降。 单极停三分命中率,却从32.4%,穿升到了38.7%。现如今,三分线外的高难度,彻不投篮,已成了塔图姆的常规武器。 简言之,他的高难度投篮能力更强了。也可能你什么都没做错,但塔图姆,不知什么时候,一连串高难度跳投,就把比赛,直接带走。 而作为球队的重要持球攻击点,塔图姆的持球单打能力,和发动挡拆后的中斜能力,较上赛季,均有显出提升。 自信,更是预日俱增,再加上意识出色的防守能力,塔图姆,很有可能是如今联盟除渡兰特之外,单体攻防最强之人。 整个三月份,他场均35.1分7.9个篮板,4.6次助攻。 以及他得54分的那场,站在对面的,正是渡兰特。 要知道,放眼圈联盟,比塔图姆还年轻的球员里,只有特雷扬,东七奇,和莫兰特的场均得分在他之上。 在24岁的年纪里,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飞升,即使他的身体天赋,并非顶级,骨子里的骂巴精神,也还是会激励着他,向更高处,继续攀登。 麦迪门徒,布朗,如果塔图姆,自进入联盟,就被人贴上下一站巨星的标签,享受着万仙宠爱,逼他大一级的布朗,相效之下,则要暗淡一些,他以3D的身份出道,靠防守发家。 防守,是布朗那以成名的绝技,仔细观察,他其实和乔治,莱安纳德的发展轨迹很像,以防守发家,逐步开发出进攻技巧,慢慢渗透自己,在队中,乃至联盟的影响力。 出色的身体素质,给杰伦·布朗,带来了顶级的对抗水平,在过去,绿军的体系中,是蒂文斯,一度把他放在了,4、5号位,用不足2米的身高,去对抗对方的大中锋,单兵防守能力,可见一斑。 当然,任何一个有志士士,都不满足于,只胜任防守,布朗的心中,也埋下了一颗,喜欢持球进攻的种子,败师卖地之后,这颗种子,开始发芽,长大。 从19-20赛季开始,布朗,加大了自己,在球队,在进攻端的戏份,这让他的场均得分,首次突破了20。 这两个赛季,布朗进一步提升,开始展现出,自己胜任凯尔特人,各种进攻战术的能力,在各种眼花缭乱的传球后,做定点跳投。 在高位侧面时,他空切出来,利用长臂,抓下前场篮板,增加进攻机会。 更重要的是,如今,你看过布朗的球,肯定会对他的自信心,颇有印象,他对拿球,直接干拔的热衷度不高,反而喜欢利用自己的技术,却突破和戏耍对手,相当的从容和自如。 总之,布朗的变化,实在太大。 在刚入联盟的时候,人们认为,他是一个典型的3D球员。 过了一段时间,他稍微展示了一点进攻天赋,大家又开始怀疑,他起码应该能成为全盛时期的杰普格林,后来,他又露了几手,我们甚至开始怀疑,他是这个年代的,雷吉刘易斯。 而现在,当他用丝滑的票布,飘逸的干拔,来一对一时,并且,可以砍下五十分时,我们已经知道,应该该怎么形容他了。 一样善于打若策,和追身,波士顿的保罗乔治。 除了优秀的球技,布朗还具备很多黑人球员,没有的智慧和情商。 进入联盟之前,布朗就宣称,将不会聘请任何的专业经纪人团队,他将利用自己的资源,为自己打理好新秀合同,以及球鞋赞助的协议。 一个才在大学读了一年级的菜鸟,希望亲自去学习这个联盟的合约运作情况,这份勇气和胆识,让整个联盟,对这个新人刮目相看,可见布朗,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球员。 最后,希望这对双探花,继续加油,为波士顿的复兴,扛起大旗。